蛤? 簽授權書? 媽媽帶兒子回香港 是需要簽授權書的嗎? 我真的沒聽過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我帶兒子回香港 必須要填寫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就是 授權書 好了 大家都有疑惑 填什麼授權書 我自己都撒爆頭 都想不明白為什麼要簽授權書 我已經是她的親生媽媽了 都要簽授權書 原來美國有個保護兒童法案 就是要保護小朋友被返賣 或者做一些去第三個國家 色情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要求另一方的父母 要簽授權書 去授權另一個父母 帶自己的小朋友去旅行 或者是去探親 如果你是一個人打算 買機票回香港的家長 就必須要填寫這份文件 那這份文件 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有沒有一些 sample 和裡面的資料 是要包含什麼 他們才肯承認的呢? 那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了這份信呢 其實我五月頭就發出去了 那我很快 五月六日就已經收到 這一封的 U.S. Custom and Border Protection Information Center 的信件去回覆我 那我就問什麼問題呢? 就是想問一下她 究竟是不是有這件事發生? 就是當一個其中一個父母 帶自己的子女回到自己的國家去探親 是不是需要得到另一半的授權? 那她就說是的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也有其他的 situation 都要簽這個授權書的 包括就是 例如單親家庭 亦都是父母的兄弟姊妹 或者是父母的親戚 合法的監護人 就是例如她是領養的 就要合法的監護人去簽署 甚至乎就是 不是有血緣關係的 親屬關係的 都要填寫這個授權書的 那裡面的資料 那裡的授權書要包括什麼資料呢? 就是小朋友的名字 出生日期 父母的個人資料 聯絡電話 例如去到當地要有什麼電話 可以聯絡到你 甚至乎如果你是親戚帶她的時候 你要跟她填寫一個關係 即你是她的 teacher 還是grandparent 甚至乎你要填寫她的 purpose of travel 有些是參加暑期的訓練營 你就要填寫什麼 purpose 還有就是填寫她的日期 去到什麼時候 還有她去旅行的地方 是有哪些地方 例如有什麼城市 有什麼國家你要去的 這些資料她都是強烈建議寫定的 其實網上有很多這些 公正的授權書 給大家的 如果大家有疑惑的話 也可以在我 description box 下面的連結下載下來 你就隨便填寫一份就可以了 我們就一定要找一個公正人 為我們去簽署 去證明一方的父母 是授權給另一方的父母 是帶自己的子女回香港 或者去vacation的 我就找了一個TP的銀行 亦都是我們家人去推介給我們 因為第一是免費做的 二來就不用要預約 我們walk in 進去 那天我們去其實星期六做 我們要去找人見證 我們其中一個父母 去授權回香港 她也有問很簡單的問題 不是問很複雜 她就問我們去回香港做什麼 我說是有回香港探親 探我的家人去玩 我說OK 她就說遞回你的個人資料 例如是我的護照 和我老公的 driver license 如果你的另一半 不是美國公民的話 你不可以提供 driver license 因為她未必會承認 最好就是提供美國的護照 如果你另一半 是美國公民 好像我老公那樣 你就提出 driver license 他們就會承認 因為我還是持有錄卡 那時候我也是帶這個 香港護照回香港 如是乎我也是提供香港護照 給她證明我的個人資料 因為上面有寫我的名字 還有提供出世紙 那時候我也有帶 但她那時候也說不需要提供 很視乎每一家銀行 我覺得帶定是無懷的 因為有些銀行 有些公證人 是比較公正 嚴明的 所以她也可能會 再檢查一下 你寫的名字是否正確 她和我們聊天的時候 都很簡快 其實是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簽個名字 問我小孩是否懂得走 我便會說 You will get a trouble 然後就笑笑口 我猜她應該是有做媽媽的經驗 因為不然她也不會這樣跟我說 那簽完之後 我就很待著 所以大家如果去 需要找公證人簽名 不妨也可以考慮一下 TB這家銀行 做事都比較快 還有比較乾淨利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的情況好像我這樣 因為我拿著美國錄卡 而且我結婚之後 我是跟了老公姓 因為我自己私下 都有發電郵去CBP問的 除了問那個授權書 是否有真實的法律情況之外 我都有問 因為我改了姓氏之後 在護照和錄卡上面 寫的名字姓氏都不一樣 那我說我回來的時候 會否會出現了 她們都很好 她說首先跟我說 這個問題都很常見 很多女人在美國結婚之後 都跟老公姓氏 而且她就說 你只需要帶回你的錄卡 以及你結婚證書 告訴那個入境處的人 你結婚之後 你是跟了老公姓氏 證明你是跟老公姓氏 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想 未來回香港的時候 我首先要帶齊了 兒子的出世子的庫本 帶我錄卡的身份 我美國的護照 以及我們美國結婚證書的庫本 給她看 因為以防她入境的時候 會查到我這個授權書 是明明寫 可能我姓陳的 突然之間 我又改了姓 我老公姓張 變了就會很麻煩 如果大家的情況 跟我的情況都是一樣 跟了老公姓 記得記得 一定要帶我結婚副本 去證明你是結婚 然後跟了老公姓 如果不是的話 都怕你跟我一樣 是會有困難 扣留也不是一個問題 最慘的是 你帶著一個小孩 是嬰兒 只有一歲幾兩歲 會不會坐在這裡 陪你呆等 不停哭 到時候又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就非常麻煩 透過這段影片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都知道 很多父母 都可能跟我一樣 是一個人帶著自己的子女 因為有時候 爸爸 或者自己的老婆 都未必可以有這麼多假期 帶自己的子女去Vacation 很多情況 就是美國單親家庭 都是很常見的 無論你是單親也好 離婚也好 或者是靈養也好 或者你是授權你的家人 親戚、朋友 或者是弟兄姊妹 去照顧他也好 都是需要父母的授權書 所以如果大家有這些情況 不妨跟著我剛才所說的建議去做 如果這段影片真的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過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可以每次搶先看 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真的幫到你的話 記得要分享 和留言給我聽你的看法 那好吧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